加州部分民眾對奢侈品品牌愛馬仕發起訴訟 原因是其標誌性的Burking手袋太難購買 這起訴訟在3月21日由洛杉磯縣的兩家律師事務所發起 是一項對愛馬仕國際及其在美國的子公司愛馬仕巴黎提出的集體訴訟 訴訟指控該公司通過將購買Burking手袋的機會 和購買其他愛馬仕商品 也即在訴訟文件中稱為附屬產品的商品掛鉤 繼而從事不公平的商業行為 訴訟文件稱 愛馬仕實施這項計劃 利用其市場的影響力 要求消費者在獲得Burking手袋的購買資格之前 必須先購買其他愛馬仕的產品 文件進一步解釋 雖然Burking手袋只能通過親自訪問愛馬仕零售店購買 但即使如此獲得購買資格的方式依然受到不少限制 消費者不可單單通過行入愛馬仕零售店 挑選他們想要的Burking手袋款式並購買 相反 他們通常是需要品牌的長期顧客 或必須被愛馬仕的銷售助理被認定為有資格購買善害而 根據訴訟文件的內容 愛馬仕的銷售助理在Burking手袋銷售上不收佣金 但在附屬商品和非Burking手袋的銷售上卻可以獲得佣金 原告指控愛馬仕違反了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法案 認為將購買非Burking商品與獲取Burking手袋的購買資格掛勾 這個構成了非法的商品品綜綁 他們還聲稱這個政策違反了加州卡特萊特法案 並要求法院對此進行陪審團審判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